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4月8日表示 台湾人民期待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蔡英文是在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麦克·麦克考率领的美国议员代表团 共进午餐时发表上述评论的 麦克考表示 她将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会采取坚定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脚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展 详情请咨询626-286-8700 中文字幕里面 感谢观看